主料,吐司两片,牛奶40毫升,淡奶油60毫升,鲜沙盛至50克,砂糖20克,鸡蛋两个,辅量,万月没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准备好材料,吐司切去扁,切成一小块一小块,放入烤盘中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170度5分钟即可,表面金黄就可以了。 牛奶跟淡奶油混合,加入20克砂糖搅拌均匀,打入鸡蛋,搅拌均匀,再加入鲜鲜炸的橙汁,混合的布丁叶过筛,容器的底部加入万月梅干,取出刚才烤好的吐司,吐司的一面快速的蘸一下橙汁,放入烤盘中,加上万月梅和过筛好的布丁叶,把吐司轻轻用手压一下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 200度放进烤箱中存烤20到30分钟,太好吃了,烹饭技巧,一烤吐司的时候,不要烤太久,变色就可以。 2,一定要把布丁叶过滤三果干跟着自己的口味改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